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说完 球球投票了 在137秒晚上比赛后边 第二就是旧梦 从第一圈开始就一直保持是这样的 看一下最后前面的一个路线选择 没有什么 哎 海星一次撞 很惜 撞的挺好的 其实 大家都非常获幸 完全看不到 时间1分43秒 对 下一个弯道连城是有卡位的优势 同外最后一个弯 还是牛 出弯更快 我可以说这一局 他撞墙一个也结束了 不会撞墙 我觉得这把直接来一个西线成定 1分21秒65 恭喜牛 这把结束了 可以恭喜深海 先拿下第一场2杯比赛的胜利 然后看一下充气的时间 1分20.26 哇 A车呀 这就是技甲优势 是的 现在蛋器都可以不用用了 可以留给后面两个队友 可以留给后面两个队友 没有一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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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机会了 没有一次用的 恭喜大佬先拿下第一局 走应该就问题不大了 有盾有干扰 所以恭喜大佬 4比2拿下了第一场比赛 是的 接得很快 但是还是有速度上干扰 再来一个龙卷风加雨 没办法了 这个位置 请随便尤姐 没打过来 尤姐没打响了 以后还是出现了 没有道具了 怎么办 接触一个龙卷风 没能够躲掉 我刚好是躲掉了 我的天哪 这一个恰好不会道具 开一个一次用 最后完成出现 恭喜 大佬 球节奏非常好 因为这是一卡几 是一卡三 对于大佬 可以恭喜大佬 成功拿下 没有任何问题 恭喜大佬 可以拿下去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对于大佬 还有一个飞铁 是给B起油了 飞铁空了 但是大佬这边 还是有动力道具 直接冲陷 拿到了里面 Dio在中里面没有防御 有油光到你的天使开 在中电线前 排气冲陷了 对 我觉得 可能会帮助他 在这一方面有所加分 那接下来 所以接下来 就是我们揭晓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项的时刻了 究竟谁能够荣获我们ROG最佳新人奖 我们请看大屏幕 荣获ROG最佳新人奖的就是 来自深海车队的牛 牛兄 恭喜深海牛 我记得我在这一次 群羊车通关在解说过程当中 我还说了 这牛是真牛啊 确实 通过这五天比赛下来的一个良好发挥 最终牛也是拿到了我们这个奖项 可以说是这四名选手首先就是谁拿到这个奖项 我觉得都不太意外 但是在这四个人里面 确确实实如果说发挥的最好的 那通过我们线上的这个评选就是牛 也恭喜牛 在收获冠军的同时也拿到了我们第一届的 也是第一次颁给新人的ROG最佳新人奖 再次恭喜牛 也恭喜深海 没错 当然 对牛来说如果接下来继续参加车队的话 可能他也没有这个奖项可言了 对 这个是他的第二届 我们对新人的定义就是至多参加两届包含本届 是 所以说在他二年级的时候 还是能够拿到我们最佳新人奖的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 没错 而对于马来说他还拥有着后来在未来再拿到最佳新人奖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这个奖项未来也会常驻留给更多有准备的人 没错 但是对于马来讲如果按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就是他可能会和我们的联赛有一点点关系的情况下 那后续我们可能会在车队赛的赛场上很难再看到他去拿这个奖了 这个小明又收获到了一些消息啊 对吧 因为据说可能是这样啊 具体后续会不会出现在联赛上我也不能够完全打保票好吧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选手的个人预言嘛 就像我们在车队赛非常非常熟悉的拔棒熊 其实他在联赛的环境下已经成长了很长时间 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去登到沿赛的赛场 所以说他还是不断的去征战全国社的公开赛 取地点自己 没错 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就尤其是准备登上职业选手来说 这却是一个最好的平台了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再次连线一下 获得猫肉这些新人奖的深海的牛 哈喽牛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因为刚才已经跟你聊了很多了 所以说就现在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获选感言吧 挺意外的吧 很开心啊 感谢我队友让我车让我用车跑到地名 然后获得奖项 很感谢那个马 那个马 感谢那个马和那个带是吧 对 嗯 对那其实这一次投票啊 我觉得也少不要弹幕屏幕前支持你的粉丝们啊 对 他们的呃支持也绝对是你前面的动力 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我都不知道我有粉丝 呃 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了 牛兄 哈 那很感谢大家支持 嗯 那有没有什么呃小的对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啊 啊 例如在未来成功车队关赛大家还能看到我啊 或者说在未来的其他赛场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我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消息透露给我们 呃以后可能会打 成功车队赛 啊 我觉得以后可能继续来打车队赛 更高这个级别的舞台呢 那那那那我不配啊 有点有点过分低调了 说实话我觉得一那十一十完全够了 这个其实就看个人选择吧 当然我们也不过多的去劝 好吧 对这个其实还是要遵从个人选择的 好的那也是再一次感谢牛同时 恭喜你今天拿到了两个奖项 啊两个不是一个吗 冠军啊 哦哦对对对 对吧冠军和新人奖啊 好吧期待你后边更好的发挥了 好OK拜拜